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余队友立即上前包抄 杨剑见势不妙闪现逃走 安然与队友穷追猛打 纵使杨剑开起大招也无济于事 敌方马可波罗想强行击杀火舞 却被火舞一套连招带走 而此时GK战队仅剩两人 哪吒立即开大 月塔强杀残血装周 安然的不知火舞也立即跟上 花蝶扇精准命中后闪现强杀迎镇 正是这一波安然的精彩发挥 SC顺势拿下比赛 我们来看一下安然不知火舞的出装思路 抵抗之靴 痛苦面具 回响之杖 虚无法杖 血足之书 博学者之怒 面具和法穿杖的双法穿大大提高了不知火舞的技能输出 血足之书提高了不知火舞的续航能力 使其能够在战斗中打出更多的伤害 榜单第四名给到的是老帅的不知火舞 比赛经营到四分钟 AG超会的杨剑在野区被对方三人打至残血 就在杨剑命悬一线之际 老帅的不知火舞一技能飞翔龙艳阵踹翻两人 并将大乔打至残血 紧接一技大招秒杀大乔 老帅的不知火舞在队友危难之际 救下队友的同事拿下人头 此波操作精彩绝伦 榜单第三名给到的是兰博的不知火舞 比赛经到九分半的时候 双方急决于中路 大战一触即发 只见张飞应战位过于深入 被Sweeper重人击火 迪奥见张飞遇险 纷纷赶来之远 就在此时 兰博的不知火舞在后排持续输出 二技能消耗敌方血量 击发花蝶扇打残地要多人 见队友遇险 不知火舞立即一技能踹飞两人 紧接大招秒杀达磨 顺势二技能花蝶扇带走曹操 兰博的不知火舞 凭借完美的进场实际 在团战中好举双杀 并团灭敌方 带领Sweeper逆转场面局势 榜单第二名给到的是 荡浪的不知火舞 比赛经到八分半 荡浪的不知火舞和Valve的赵云 在敌方草丛死机待发 只见敌方韩信 交掉二技能的同时 赵云一发大招 击飞韩信 荡浪的不知火舞 紧跟二技能花蝶扇 击中韩信将其打残 韩信利用一技能仓皇后撤 就在韩信走位逃跑之际 荡浪的不知火舞 一发预判二技能将其拿下 安然撤离 我们来看一下 荡浪不知火舞当时的出装 冷静直靴 痛苦面具 大棒和咒术点击 冷静直靴的减CD 使不知火舞能打出更多的技能 痛苦面具的法串和大棒咒术点击 可以大大提高不知火舞的输出能力 榜单第一名 给到的是成鬼的不知火舞 比赛经到8分钟 就在纳克鲁鲁勤兵之际 成鬼果断二技能命中纳克鲁鲁 随后无痕的关羽 一发大招击退两人 成鬼的不知火舞 果断一技能突进 接大招顺瞄两人 鱼记在击杀掉关羽后 被先隔四人围堵闪现金塔 成鬼果断闪现跟上 一技能提翻鱼记 好取三杀 我们来看看成鬼不知火舞 当时的出装情况 抵抗之靴 痛苦面具和大棒 抵抗之靴的韧性 可以使不知火舞不易被控制 痛苦面具和大棒的法穿 与法枪则大大提高了 火舞的技能伤害 作为王者战场上 最飘逸灵动的法式 不知火舞在KPL4月份的表现 也相当出色 在各个中单选手的使用下 取得了傲人的战绩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您可以通过 王者荣耀游戏口端 和王者荣耀助手 参与到比赛的精彩 更多精彩内容 精彩KPL王者荣耀职业联赛